在沃尔玛 转了一大圈 买了一些生活所需用品 那这个呢还是只有目前发现三个人 一个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Uber Driver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呃 戴着黑色口罩的 应该也是一个越南的年轻小伙子 其他的老外还是不愿意在 哎呀这啥时候了这个 要你穿个秋裤就这么难吗 嗯但是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沃尔玛的这个 微信上我们这个阿波罗微信呢 或者一些本地的公众号 所传的说这里有这个2块9毛9 20个的一次性口罩那个是没有的 这个已经我刚才问了Pharmacy的工作人员 他们就很早很早之前就没有了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停车场这里 有个测试的市值也不见得有 他说的这些是针对大城市的洛杉矶 纽约这里我们西雅图还是没有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这里重灾区 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现在所在的rent and raw嘛 我敢确定百分之百没有 这种这个drive full的这种呃 市值的测验 没有 那你那天 computer 各位都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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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